好,我們開始正式錄 第29條,我們由這裏開始做起 題目特別是Lock開放1000 題目中說明without using calculator 即是說 即是說,如果計算過程中 你懂得錄機,計算到答案也好 請你也要展示步驟 要怎樣展示這步驟 其實就比你想像中那麼複雜 因為我們要記住本質就是 Lock10就等於1 我們經常記住這件事 Lock10就等於1 於是我們就利用layer的東西去計算 Lock開放1000,第一件事 我們要轉做一件事 Lock1000的二分一次 這個就走不掉了 有甚麼事 將開放好變成二分一次方 我們1000是等於10 3次方 於是乎Lock10 3 over 2次方 於是乎,我們就會計算到 答案,因為Lock10是1 所以用三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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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不是三分之三 就是三分之三 就計算到第一條 29條的答案 好,30條同理 轉回三件事 第一件事 Lock10 插上紅色圈 Lock10 當然是十分之三分之三 就是二分之三 就是二分之三 然後,你十分之三 就知道是十的負一次 於是乎,我們就會計算到 這個數是負二分之三 就會計算到這個數是這樣的 好,31條 也是,把三開方跟好 先調走 Lock0.01 的三分之三 接著,第二件事 0.01 你知道了 其實這個是負二次方 於是,我們就把它變成Lock 好,10的負二over三 因為0.01是兩個零 現在是前面 即是負二 因為兩個零就是二 然後,前面的負了 所以答案是負二over三 好,所以頭三條 就已經處理了 有沒有東西想問 有沒有特別東西想問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連續十條 就會是三十二到四十一 其實這十條數 各位同學 首先要recall memory 我們做example的時候 有甚麼特別要留意和注意的地方 先看回第三十二條 我們看看一些find the value的數 有甚麼特點 我們看看第七版 第七版就是我們去做exercise的時候 去做一些數字上都是find the values 題目中 其實各位同學 如果你看得夠細心的話 其實我們做這類數 來來去只有兩招 哪裏兩招 哪裏間開 如果你看得夠仔細的話 其實1a到1b 是其中一款 1a到1b 通常性你會發現 無論哪條答案1a到1e 那五個答案都有同一個特徵 就是他會發現最後計完之後 一個lock都沒有 通常性我們計lock這類數 即是除非sir真的好閒沒有東西做 他整個答案出來是要lock 否則的話 通常性做這類型的數的過程中 通常性你會發現lock是會失去的 所以你看到他失去的方法有兩招 第一招沒有lock的方法 你會見到好像左手邊1a到1b 它沒有lock的方法是甚麼 就是它透過中間運算的過程 它會做到一個數字是10的次方 例如你看到1a是100 1b是10 1c也是10 1b是1000 你會見到它是一個10的次方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lock10 是等於1這個概念 就會得到結果令到lock消失了 這是第一本消失lock的方法 第二本消失lock的方法就像1e這題目 1e這題目消失lock的方法就是 32和4本身不是和10有關的數字 但為甚麼lock會失去呢 就是我們找兩個數字有一個相同的lock的數字 譬如兩個都是lock2 於是我們在中間的第三個步驟 就會將lock2的兩類數值讓走 於是令整件事沒有了lock 即是做這類數你走不開 要麼就是左邊那隻 計算到數值是10的倍數 或者是10的次方 要麼你就會計算到1e那隻 就是令到其中兩個上面份子和群母限同時出現 lock這件事 而那個數字是相同的 而我可以透過約數 將這兩頭東西的走狀 就沒有了lock了 即是同學們你看一下 究竟我們現在做32到35的4款也好 36到41的6款也好 究竟我們做的過程中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跟這兩種 隨便一種來做的 回頭看32 32條 你會發現25-10 5加60 三個都是5和0的倍數 看過細似乎應該是第一款 會有個0 因為其實第一件事 如果我們要約的話 要約兩個lock 最簡單的各位同學 你都會想一件事 都要分子有lock分母有lock才可以的 32這條很明顯有分子沒有lock分母也沒有lock 即是不是要約走這款 而不是要約走那款 只剩下乘的那款 於是我們就把它倒閉 32條 你會發現lock25-10 lock15加lock60 我們計算的過程中 我們就把它除和乘 數字是照的 lock25-15 就是25除15 加60就是乘以60 這樣做吧 我們做約數 15和60約 剩下4 這麼幸運 lock100 你就會發現答案這是2 所以32這款就很快地 你已經猜到 它的做法其實就是轉成一個10的次方 然後計算答案 33條 33條是2lock4 加3lock5-lock2 你會發現這款都是一個平式 無份母母分子 即是不會上下約 即是仍然目標是令到它變成10的次方 但你會發現前面又有2後面又有3兩個加不上 怎麼辦呢 我們就會做一件事 將2扔上來 lock4的2次 因為我們有約會 就叫做lockm的p次 等於p-lockm 其實我們可以反過來用 那就變成 加lock5的3次 減lock2 於是我們就可以計算到類似的東西 即是變成lock16乘125over2 那就會約了數值去16乘2 8 8乘125 即是1200 那就是lock1000 所以答案就是3 所以你會發現這款也是 同理 我們就解決了32和33兩條題目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是第一件事將它轉為10的次方 34這條你會發現的第一件事 應該就不屬於轉為10的次方那款 因為轉為10的次方那款第一件事 通常聖大金融10的組合一定是25等10 它又沒有5得2 所以其實它九成有90%的機會是上下兩個lock 要整到它一樣然後約走 於是我們就怎樣想呢 我們就想究竟有沒有辦法變成兩個相同的lock 都不期望它變成其他東西 先做了上面 18除以2 18-lock2 就是18除以2 那就overlock27 那就變成lock9 overlock27 那很大機會可以了 因爲9和27都屬於某個數的次方 這個就是上面是lock3的2次 下面是lock3的3次 千萬不要9 3、27 9 3、27是沒有一樣的 所以就會是2lock3 over3lock3 我們就可以在這裏把兩個都在lock3的形式 這樣就剩下2over3 那這個就是34條 35條 很快啊 我做得到 lock2 減lock開放2 over lock2分1 那就是那一句 那這條數的做法都應該是一樣的 因爲它沒辦法變成10 應該是2、5、10 它沒辦法變成10的話 那就是說它要做的方法就是剩下 我們要把它變成2的多少次方 好 那我們做了 lock2 除以開放2 這是第一件事 overlock2分1 好 那我們就想好了 2除開放2 即是等於開放2 因爲我們可以有理化它 然後約了個答案 下面lock2分1 繼續 好 逐個轉 開放2 剛才我們說過是2分1次方 所以lock2的2分1次方 下面lock2分1是2的負1次方 這個是form3 計算index lock的負指數 是form2學的 負指數轉過去 於是等於2分1lock2 over負1lock2 兩個lock2順勢走它 那就剩下2分1除負1 那就負2分1 好 請問是否說得太快 萬事說得太慢 各位同學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做這類數的時候 我先說說其他事 我做這類數的時候 你會發現上面那裡很快 我把它轉為10的幾次方 處理 正常 下面我們做finding value那條 或者是跟著你做後面36到41的simplify的部分 你會發現一樣東西 我們做的動作其實都是一樣 我們要是32、33的題目 有一個是同一類 它的同一類的方法就是 它會分子和分母都出現一個lock 而發現那樣東西它轉不到lock10 但是因為我們可以令到它變成其中一個lock雙分數字 大家都舉個例子34兩個都會轉到lock3 35大家都會轉到lock2 於是我們就可以透過兩個約的過程 就約走了它 然後去做這些數 所以各位同學 你記住 如果在做未來這類數的時候 你要記住一件事 他做來做去那個方法 都會是這樣的 要不就是左邊那種 要不就是右邊那種 你就看看是左邊那種還是右邊那種 所以就決定 你們一會兒做36到41 你究竟會怎樣去回答這條題目 要做這件事的目 所以各位同學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一定要提來做的事 究竟你怎樣弄走它 所以32、33、34、35 到後面36至41 做法是一樣的 好 那去36了 我先 copy多個版 應該不夠位 這個版本就沒有死了 好 這個版本就沒有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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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同樣不換 那我們開始了 36 我們做法一模一樣 第一件事 我們看一看題目 這次simplify 就是 log 2 x的三次 -5 log x 再加2 log 配合5x的二次 好 第一件事 我們如果要simplify 就是要做一個log 正常大過分時間 就是簡單說句 我們要不就將它轉為10的次方 要不就上下兩個弱 這一款很明顯地 沒有墳墓的東西 不會硬弄出墳墓 即是很大機會是透過弱數 變成一個10的次方去做這個答案 於是第一件事要做的 首先 第一件事 做這類加減數 第一個做法 一定是 一邊是次方 5 log x 我不是在前面 將它扔上去變次方 x的5次 再加log的5x2次 於是 我們將它log 除2x3次 除x5次 乘以5x2次 很好 x3次和x5次 除了x2次 你就會發現得出的結果 log10 即是1 36條 我們就馬上好快解決了 這條裡面 你就會看到 它又是這樣 很簡單的 只需要處理的東西 將它變成一個10的次方 我就解決了 37條 1 log x2次 16 2 log 4 x 4 1 x 我們做這類數 同一個時間 沒有上下份沒有的東西 即是簡單說一句 應該都不用考慮了 應該這款九成 都應該是吃完它 然後找10的多少次方 因為沒有份沒有 我們不能有藥 於是就這樣做 log x2次 16 將2扔上去 變成log 4x2次 整個4x要2次 不要只是x2次 是整個都要2次 加log 1 over x 4次 我們將它上去 就扔上去 於是就變成log x2次 over 16 乘以 16x2次 再乘以1 over x4次 差不多是加 好 約數 x2次 和x4次 約了 16和16 約了 咦 第一次出現這個 6 1 10的多少次方 會等於1呢 在我們中二的 傻老師教過 有一件事 任何東西的 0次方 都會等於1 無論是10的0次方 10的1 2的0次方 3的0次方 4的0次方 都會等於1 所以log1一定是0 log1一定是0 所以各位同學請留意 37條 答案是0 38 38條這本不用想了 又是那句 這本又不用想的 原因是甚麼呢 他不是因為他真的那麼容易做 而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 記住我們現在說的是做一條數 那個目標是做甚麼 我們做了兩個方法 要麼就轉為10的次方 要麼就整個上下都同一個 lock 一個數字 或者一個英文字 沒有 在這裏面就是 這個款 在這裏面很明顯的 因為你看到份子份母都是x 沒有2 沒有5 即是說其實他想目標 就是把他變成有個lock 一個英文字母或者數字 可以藥走他 這個就是我們做這類數的目標 有兩個做法 我先做其中一個做法 Method 1 Method 1 x2次 over開方x overlock x2次乘以開方x 那即是甚麼呢 各位同學 開方x 剛才一直都在說 就是x的二分一次方 over x2次乘以x的二分一次方 上面是除數 上面是除數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指數是減的x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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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乘數 所以指數是相加2 加2 2分1 所以答案 你會看到它會變成 lock x的3over2次 overlock x的5over2次 3over2lock x over5over2lock x 兩個lock x 約走他 我們目標達到 把兩個lock x約走他 定3分2除以5分2 即是3over2除以5over2 3分2乘以5分2 兩個二約走他 答案5分3 這是第一個方法 method 1 有些同學喜歡調轉做的 你會說 阿Sir我喜歡丟掉它 可以嗎 可以 method 2 因為它只有x 只有x就很好做 後面有y就快一點 method 2 我們做這類數 我們就調轉 阿Sir提過lock x2次 阿Sir提過開方x是2分1 我們將它2分1扔落 扔上去 下面lock x2次 加lock x 是2分1 那我們就變成 2lock x 減2分1的lock x over兩個lock x 加2分1的lock x 兩個減半個 即是3over2 兩個加半個 即是5over2 我們可以將兩個lock x 這樣就走了 於是乎剩下都是3over2 over5over2 答案仍然是5分3 這是第38條的兩個不同做法 有同學喜歡將它除掉 然後再做 有同學喜歡將它扔下去 這條裡面 似乎扔下去就好計些 扔下去就好計些 因爲加減數容易計算 有同學說不是 不懂得加減 喜歡指數上 若若若若加加加 會容易 所以看你喜歡哪款 但兩款你會見到 計算了0.8 一模一樣 但兩款都要學一下 因爲其實它各自有它各處的好處 在題目裏面 39條是一個很巧妙的例子 你會發現其中一個method 是會容易一些去處理 好 我在這裡停一兩分鐘 有什麼想問 一分鐘後 如果沒有特別的想問 那我就會去39、40、40、41 或者其實你們可以先做39、40、41 如果你們 可能我弄得太快 你還未做到 那你可以先做一做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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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沒有特別問題就放39 39 39條 39條你會發現同一個道理 上下都有 而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會發現他沒有辦法轉到10次方 因為x和y沒有數字肯定 即是他要做的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應該是上下有一個雙用的lock 可以讓走了 於是我們的目標就是要令到其中一件事上下雙用 這個巧妙就是這條裏面有兩個方法 都是method 1、method 2 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剛才紅色的method 1去處理 這個題目是會煩少少的 各五是做不到的 我兩款都會教一教點做的 你可以選擇其中一面去處理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藍色粉、藍色那邊的做法 你會發現圖數是容易計算很多的 所以先計算了紅色比較麻煩 method 1 第一款 首先第一件事 先把它除掉 x2次 over y 下面 x4次 over y2次 可能第一件事同學會覺得很難看 你會覺得難看的地方是 這兩個東西可以做到相同 是絕對可以的 你做到相同的方法是 你看不看得穿 下面份母 原來是 上面份子的二次方 如果你能夠看得穿這件事 其實數字就解決了 你就會計算到答案 Log x2次 y over 2Log x2次 y 那我們兩個 約了它 約錯了 sorry 這樣約了它 連Log都約了 所以答案剩下 不是2 是2分1 這個是method 1 method 2 是調轉的 你會看到method 2有多一點點位 method 2是先扔掉下去 那就會變成 2Log x 減Log y olpha 4Log x 減2Log y 為何會相同呢 因為調整個factorization 我們可以抽個2出來的下面份母 變成 2Log x 減Log y 即是簡單說 2Log x 減Log y 其實就等於我們 左手面 mf1約 Log x 2次的y 只不過是我們約的過程 我們是怎樣去 約走這件事 而整件事約走之後 就剩下 剩下 2分1 起這 好嗎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我仍然是萬別不離其中 雖然你發現這件事是養衰了 但是 用來做數的過程中 只能走不掉兩招 要麼 就是10的次方 要麼 就是要令到2Log 通常性是走不掉這兩個東西 你隨便做到一邊 就應該會在那裡 或者其實只能一邊選擇 一邊是10的次方 一邊是弱度 應該都沒有什麼可能 所以其實就剩下這兩闊 所以這個就是第39條的處理手法 看看你喜歡做哪邊 有些人喜歡做指數 有些人喜歡做指數 就直接鎖定下去 兩半都可以 但是下面40和41 Metford 1就應該失敗了 因為你會發現 他難度高的地方就是上面40和41 你會發現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就這樣鎖定 你是不能移動下來 加減數移動下來 不過就煩少少 煩少少 都做到的 但是 儘管 嘗試做吧 40條 如果你真的要移動下來 是可以移動的 但是 我兩隻都會做完 都是我兩隻都做完 但是看你喜歡哪隻 OK 先做40 40條 這次紅色的方法會快一點 藍色的方法會慢一點 都是那句上鎖下鎖 就很好計 上鎖下鎖 這樣算件事 先用 指數做法 指數做法這次容易一點 Metford 1 因為指數會令到有些數字會弱走 都很好做 就鎖上鎖下鎖下鎖下鎖4次 X3次 Y4次 over x y4次 下鎖 鎖 仍然x的3分1次 不搞有那麼多複雜事 好,約數,很開心了,將兩個y的四次逃走 將三次和x逃走,剩下x二次 那你就會得出是logx二次 over logx的三分一次 那你就會發現是2 logx over 3分1 logx 這次輪到兩個logx都約走 二除三分一 二除以三分一,即是二乘三 六 那你就做到第一個, method 1 簡單一點的 method 2就煩一點點 method 2你就會發現 數要做的步驟就多很多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 我們要轉去做x三次 加y四次 減 logx 再減 logy四次 over 下面份母仍然是logx的三分一次 於是我們將一個logy四次減logy四次 一個加一個減 它們會抵消 那就剩下logx三次減logx 即是簡單講句 下面就會變成 上面份子變成 3 logx減logx 下面份母會變成 3分1 logx 你會得出來的結果 就會變成 上面是2 logx 下面是3分1 logx 所以你會發現 兩個數都是約走了 剩下2除以3分1 跟剛才的減算方法一樣 都是6 所以你會發現 兩種都可以 看看你喜歡哪種的處理方法 有些人喜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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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偏向39條 我就喜歡第2個方法 40條我就喜歡第1個方法 因為40條 我喜歡數字 約減少少去做 39條就沒有辦法 不過因為約減 要看看你的功夫 哪種容易看到2 其實上面和下面的關係 其實是差2 要看你喜歡看到哪一種熟 如果你是熟指數的話 你會做到 分為39 如果你不熟指數 就抽Factorization 如果你熟一點的話 你就會發現 右邊的Method 2 會比較容易處理 40條和39條 有沒有特別的東西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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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簡單 都說Level2簡單的啦 好 那我做41了 41條 仍然是兩個方法去完成整項目 41條 又是那句 2Log x3次 減3Log x4次 overLog xy2次 減2Log xy 其實混合 這條是最容易的 混合是什麼呢 上面份子 用第二個方法 下面份子 用第一個方法 會做得很開心 會做得很開心 混合給你們看 為何最開心 如果你們明白這個道理 上面呢 因為你會發現 下面的Y應該是會約得走的 上面似乎 應該是Log x 互相相減 是容易一點 好 混合做 上面用Method 2 下面用Method 1 做 有時混合用是可以的 看你小心做不做到 分子均勻 我們用一個混合的方法去處理數據 就等於分子6-12變成-6x 下面份母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Log xy2次 over x2次 y2次 那你就會發現到我們可以把兩個y2次約就算 x和x2次約成分1 over x 不要搞錯 等於-6Log x 下面份母Log x的負1次 1 over x就是x的負1次 丟出去變成-Log x 我一次過寫了-6Log x over-1Log x 約數-6除負1答案 所以我們會發現我做這類型的數字 我只有兩招 用到老了 10幾次方 和你會發現 我的目標是讓兩塊東西相同然後約走的 但用到相同約走有兩個方法 有藍色那種我喜歡把數字丟進去 Log 前面 再做加減數 有些是容易計算的 有些可能下面份母這款 可以約了數字 會容易計算的 如果其實有些混合用 有些可以用前面的方法做都行 但讓你們感受一下原來 其實是怎樣做到對的 但你最重要是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更重要的 我的目標是令到兩個Log x 弱走 這個是我們終極的目標 只要我們清楚這件事 你就不會搞錯 42條 上次我們教過這一款 是一個很特別的數 我們做這類數的時候 42、43、44和45 是連續四條 我們會另外再處理的題目 所以其實處理了另一款類型的運算題目之前 我想問一句 前面去到41這條 這10條 有 沒有 想 問 沒有 問先落 42 至45 的另一種 提醒 0.65 沒有了嗎 簡單易明 今天這些 始終Messy的東西真是二個M2 但是Messy的東西 這東西也不算魚 因為它屬於浪漫非常深的東西 好了 42條我們開始計了 另一款我們要轉為2和3的關係 即是我們要將0.65和6分5 轉為一些乘除數 然後 是跟2和3有關係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解決了這條問題 示範A part 上次做過了 NOT 0.6 即是簡單說句 我們要轉為2和3 最好的轉法就是10分6 10分6就會變成 2乘3除10 那就會變成LOT 2加LOT 3 減LOT 10 答案是x加y減1 那我們便完成第一條 我們是要將它轉為2、3和有一個Hidden Agenda 621,我們要處理這本,才叫做處理成功這題目 615,你會發現很討厭,這是3乘5 3乘5就是簡單的說句,5是沒得做的,因為只有2 但2和5是一個好朋友,因為2和5只有10,所以看到5就是轉10除2 3乘10除2,因為你才是5,於是Log3加Log10-Log2 那就是y加1-x,那我們就做完另一條數 好,剩下c part c part是6分5,各有各動 6分5就是簡單的說句,5是10除2 然後6本身在份母,我們仍然留在份母,2乘2乘3 所以10除2,12,即是6分5 於是我們這樣刷,很快Log10-Log2-Log2-Log3 所以就變成1-x-x-y,就變成1-2x-y 42條,就是這樣做 好,今天剩下的時間 剩下4分鐘,我先不說 43至45,你們先做一做 我待會留下課第2 下週,考驗完驗之後 再見大家的時間,我們就會正式 下週我會3.05分才開始測驗 我會遲5分鐘,因為其實都要等大家套齊 又準備進來,我們才會開始測驗 測45分鐘,就去到3.50分 測的範圍是Limit你們聖誕那份功課 所以其實我沒有請溫宿 還有少許的東西加進去 少許的,不太多 這裏就會是今天的範圍 課完結後,我會和你今天對上 第43至47這五條題目的最後答案 這些幾類型的題目 應該要怎樣回答,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還有有什麼要做的 所以剩下的時間,請你嘗試做了43至47 希望你明白,原來通常做Lok 暫時都是一些幾類題目 都幾簡單,都幾易處理 也都不覺得困難 始終Lok的位置,記得 Mass是考得多些的 因為它是Mass的部分 但我們是未去到M2的部分 但你要明白運算的原理 你才可以繼續說下去 否則很難計劃 講到這裏,暫時是這裏 我今天先停錄影